《動漫開箱》 哈囉 大家好 很開心又來到我們的動漫開箱時間 應該有人注意到今天又沒有業約了 他今天在忙 所以今天沒有他 今天只有我 因為這次的企劃也是臨時的 所以我就沒找他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非常的新 新到我今天才剛拿到 球洞騰 就是我們8月的景品的新品 然後我介紹拍下的是 我們的 猛吉利魯夫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包裝盒 那包裝盒 這樣子正面看起來我真的覺得 蠻有誠意的 因為他包裝盒做的很漂亮 光看這樣子這個魯夫就覺得蠻帥的 再來是他旁邊這個骷髏頭 這個骷髏頭就不是長髮海培凡 上面的那個Q版骷髏頭 他這個骷髏頭上面的那個頭骨 是仿真的 他連他那個陰影啊 還有他那個凹陷啊 還有那個牙齒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都做得蠻棒的 就真的有那種任性的褲子頭的感覺 然後他的右上角 有一個還算20週年 這邊還有一個 沒力吼 很高級耶 然後這隻公仔是萬福出錦的 然後是我在我們南凱很豬帽子買的 卸貨價一隻450萬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拿出一個小刀刀 這是我們拿開的樣子 他是 是這樣 這隻製品 非常的小 剛開外皮就知道 他算是 比較小的結尾 好我們打開拿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有 比如說的上半身 跟他的 下半身 還有他這個底座 然後這個底座其實全黑 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我們別人還不管 其實主角就是這兩個 那我們就先把他組裝起來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魯夫已經組裝完成了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看到 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 我覺得做的 挺不錯的 他的臉其實沒有繃 我覺得就是一個及格的粉絲 那再來就是他的頭髮 他這頭髮我覺得 有點怪怪的 他的那個塑膠感有點太重 我覺得 不太好 我覺得不行 再來我們看到他的衣服 他這衣服其實 塑膠感沒有像頭髮這麼重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的 然後他這個扭扣 他這邊有四顆扭扣 因為畢竟是景品嘛 景品就是比較便宜 他沒辦法做的很仿真 他可能就是稍微這樣點上去 不過我覺得這還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然後我們繞一圈 你可以看到魯夫背部的那個衣服的皺子 他是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 這可以加分 再來他這個衣服的破舊的程度 這邊都有衣服就破掉的那種 這個感覺 我覺得可以 這也是算加分 再來是他肌肉線條 看這邊六顆肌 我覺得可以 他這線條都有出來 還蠻棒的 很像我大學時期的腹肌 再來就是他這個胸口 他的這個傷口 現在顏色沒有做的很深 不過沒關係 看得出來就好了 這不會影響到我對他的分數 再來是他的褲子 一樣啊 這邊也是有一些破破爛爛的感覺 就是衣服褲子穿很久的 也是有一些戰損 這邊褲子也破掉 然後該有的皺褲 其實也是有 翻過來 蓋頭的皺褲子也是有 然後他這個腰帶的皺褲子也是有 覺得做的蠻棒的 然後他腳部的肌肉線條 其實也是有做出來 不過沒有做的像 我們的胸口的還有腹肌的肌肉線條 還要明顯 再來是他的這個鞋子 魯夫穿的一般的鞋子 不多做介紹 底座也是用全黑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覺得 底座可以不用多講 然後最後最後 就是我覺得這個景品 做的最棒的地方 因為 我剛這樣子七八代我這樣子篩著 然後我大概看了一下我發現 他這草帽的繩子 他雖然也是塑膠 但是他做的很像真的 那種草繩的感覺 摸起來真的很像草繩的感覺 再來是他這個繩子 做的還蠻用心的 真的給他弄上去 比如說輕輕拆拆 然後就這樣弄起來 這樣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這個 他這個繩子可以動 可以動 這都可以動 這繩子都可以動 然後我們翻過來 這個草帽 第一眼看上去 你真的不會覺得 他是塑膠 你真的會以為 他是用真的那種 草帽的材質去做成他的帽子 這樣子 然後 他的帽子其實保存的很好 因為盧夫其實不太喜歡 那你要去碰他的帽子 因為這是紅髮捷克送他的東西 他把他視為他的保護 誰動他的帽子他就揍誰 所以就是保存的非常完好 然後再來他的那個帽子上色 我覺得不錯 就是該生的地方有生 該錢的地方有錢 然後 他那個草帽的 那個編織的線條 他也有用出來 我覺得整體上來說很棒 好 好的 經過我們剛剛激烈的一番討論之後 我即將給出我對這隻乳酥最終的評價 我覺得 他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這些衣服的皺摺器做得很棒 再來他是肌肉現場 我覺得有加分 然後再來是他的草帽 我覺得他草帽真的是這個公仔做最好的 最棒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覺得他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頭髮 我覺得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頭髮 就是他的那個塑膠感有點太重 而且 這個頭髮真的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就是 分的太清楚了 你的頭髮一搓一搓分的太清楚了 再來就是說 這個底座 我是覺得這個底座還好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希望 他是做 稍微像個封面這樣子 有特色一點 像這個褲子頭你可以弄上去 或是寫個他的名字也可以 像 我們旁邊這個 他的底座 我覺得這個做起來就不錯 不會說就是全部都黑了 然後沒什麼感到 看也就沒什麼感覺 以上是我對這支Rubu的評價 喜歡的人可以買 OK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個讚 並且分享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點讚我的Fastbook粉絲台 想第一手看我的影片 也可以開啟我的小鈴鐺 那最後就是 不要忘記 去點讚我們 豬帽子的粉絲團 粉絲團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 資訊欄下方 我們是好 掰掰